最后 你在上推这门课的时候 有哪些工具是用在你这门课的 是非常有效能的 你就写个两三项出来吧 这个部分应该很简单 我就不用再特别说明 比如说我们新制度 真的就是 那个倚天剑屠龙刀 所有的课程都适用 你的未来的人生 不管你是不是在这个领域 都会用不到 好 请你列举 那各位的东西 我们等一下最后会留时间 我们就请各位下来分享 那我现在 说好了我不要讲那么久 大概是讲很久 让大家做的时间会少一点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在推动一样课程的时候 我们有五个 如果是套用老子道德经 我们就要思考这五个面向 如果这五个面向 你能把它想清楚 你在推这个课程 应该百分之百不会失败 那所以接下来 你就是要去执行跟修正 执行跟修正 所以行动是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 这部分我们就跳到后面了 感谢吧 谢谢你 rất简单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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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我 幸不应该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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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